大家好 今天2021年12月14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和 我周蓉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 今天主要跟大家讲讲 六四非法集结案的判刑 一众的反对派再次落得入狱的下场 当中最触目自然 仍然是身负多宗罪的黎智英 究竟这宗案之后 他还有多少宗大宗罪在身上 现在又是否他最悲惨的结局 跟大家讲讲黎智英之前 都要看一看昨天 政府总部接获了一封信里面有刀片 是一封恐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信件 据知相关刀片都有4cm的剃刷刀片 内容就与反修例示威是有关的 包括一些反修例的口号 要求释放被捕人士 放在什么罗笔 我想其实讲到尾大家最有兴趣的人 都是叫黎智英 我们可以讲讲分析黎智英现在 昨天黎智英在法庭被判另外一宗六四非法集结的罪 他有罪之后判了十三个月 李卓洋十四个月 其他人我们不讲 我主要是想讲黎智英 如果大家看回 其实非法集结 组织或参与 未经批准集结罪 总共有四宗案件 即黎智英有四宗案件 2019年8月18日、8月31日、10月1日 三宗案件都已经判了 另外就是昨天那宗案件 就是2020年6月4日 就是最后一宗案件 他四宗案件都判了 总共当时的法官就一直说 总共他坐了二十个月 因为四宗案件都是同样的事 虽然不同日子 但都是非法集结 法官昨天决定 都是同期执行 总共非法集结、参与、煽动 总共坐了二十个月 黎智英至于今天为止坐了多久 如果我们计算他第一次被拘捕 就不能保释 应该差不多去年十二月左右 直到现在坐了大概十二个月 都当他十二个月 没什么理由不相信 黎智英在监狱中的表现是不佳的 可能都是一个标准的囚犯来的 所以坐三分二就很应该 二十个月就是减去七个月 不用坐的话 应该是只有十三月左右 换句话说 黎智英如无意外 应该坐多一个多月左右 就可以出得欲了 好了,这是第一点 一个多月就能出欲了 但是他目前有三宗案件还在身 就是另外一宗案件 一宗是刑事恐吓东方记者 这个上诉了 在高院已经处理了 今年十月二十九日 处理了法官押后裁决 还未决定 是 这宗是否刑吓 不知道 未知 这是上诉来的 另外他有另外一宗是欺诈罪 欺诈罪已经转戒到区域法院 排期在明年三月十四日开審 另外有三宗国安法和国安法有关的案件 第一宗是勾结外国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另外是串谋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另外是串谋作出一项或一连串倾向 并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案 这三宗都上诉了 好了,如果我们看的时候 换句话说 有可能黎智英到2022年的1、2、3月间 就应该坐完他那二十个月 就是如无以外 如果我这样说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放出来呢 但是东方那宗案件我们不讲住 不知他怎样 但是欺诈罪 三月几开審 如果你记住三月几开審那宗案件 再加上三宗国安有关的案件 似乎这几宗案件 他都是不让他保释的 即是说 就算他放监也好 他都要继续留在监狱里 就等审判这几宗案件 东方那宗案件还未判 在等上诉 上诉完了 即是未有判的 即是未判的 好了,国安那几宗案件 即是最重的 终身监禁 你不要说多了 十年八座这些都是很闲的事 如果你看的时候 黎智英七十几 现在 你猜他是不是终老于监狱 这个大家都可以这样想 黎智英其实是一代销雄 搞到这么厉害 他这一生人最后是怎样过的呢 是不是在欲中缘结的呢 这个值得大家想一想 为何做到这样呢 值得想一想 他觉得为何做到这样 你只是看他的助手Mark Simon 写给他的封信 我说只是拆他的鞋 他意思是为何 I want to see my friend Jimmy lie by Mark Simon 说明他因为现在坐牢 他相信自由 相信民主自由 什么都相信是自由 老实说 你犯法就犯法 Mark Simon 所写任何一件事 只是和他脱罪 希望和他说好话 你说什么好话 他自己都潜逃了 他自己没有潜逃 他不在香港 他一直都不在香港 他一直都不是台湾 又是美国 他不知多聰明 其实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Jimmy lie 为什么没有逃避呢 这里Mark Simon 有一段这样说 他说很多次 他数十次 他就说给Mark Simon 他知道他一定入牢 Mark Simon 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走 现在走老了 也有很多人叫他走 他的答案 根据Mark Simon 所说 我不可以离开香港人 这番说话是真是假 大家无所谓 现在这样看的时候 二十个月 即是那四宗案件 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但是还有四宗 有五宗案件 背了身 你说这四五宗多久 他是不是欲中中佬 我觉得 机会是非常大 昨天六四非法集结案的判刑里面 有八个被告 我们不读名了 判了由四个月两星期 去到最高的李卓人 判了十四个月 除了这八个人之外 仍然有十八名人士涉案 当中包括了罗冠聪和张昆阳 不过他们已经潜逃在海外 其余那十六人已经判刑 除了张文光 麦海华和梁国华三人 判换刑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会坐牢收场 当中包括了黄之锋 朱凯迪和岑奥辉 但是看昨天的案件 我们想说判刑 虽然判刑出了 不过我们也想看那八个被告的陈情 完全不觉得他们是有悔意的 例如何桂南 其实判了六个月 在陈情中只有一句 无论用什么法律延迟堆砌都好 今天对我的判刑都是对每一个在2020年6月4日 维园出现过的香港人的判刑 去到今时今日 你还用回黑暴当年的伎俩 以为法不自重 但黑暴拉了一万人已经告诉你 你不要不天真 更何况香港不只有你们这班人 你们真是以为自己可以骑劫了香港 每个人的意愿是没有问题的吗 其实这样说 如果任何一个人 好像在他们的位置 老实说你求情也没有用 所以当然是死硬正 硬正就是硬正 但是似乎这件案件完了之后 所有有关非法集结 就是那些游行那些案件 全部完结了 另外一些案件 都叫做香港 在法律上 就是非法集结 就告一段落 那之后 还有没有人搞一些这样的集会呢 搞这些集会 又是不给的不批的时候 还会不会有人去呢 这个就是大家 就是需要大家想一想 就是以往的过去了 那些人全部判了坐牢了 他坐了多久我们不要管 但是将来 香港还有没有一些人去搞游行 搞游行的时候又是不是 就是煽动的那些去参加 就是不被批准的又怎样 其实大家都要想一想 香港未来是怎样 所以这样一提 更加要说回 法官胡雅文在判刑的时候 都说到明 他就说 集会游行的权利并非绝对 亦都要考虑公众安全 公众的秩序等等 并加以限制 而公共卫生的危机 必须立入考虑当中 他还说在疫情爆发下 组织者可以考虑以网上悼念等其他方式进行 因而指出 中被告是违反及善惑 他人违反有关的限制行为 是严重的 说到尾 这班人都是告自己的 无论如何 非法集结这一系列的罪 应该结束 由暂中去到黑暴 始终都是告一段落 未来的香港是怎样的 靠你们自己大家去看下 都是那句 12月19日 这个星期日 大家一定要站出来 一定去投你们手上的票 好 今天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